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特别请了三位高等教育方面的专家 经过他们的专长可能是物理 可能是医生 但是他们都实际参与了我们台湾这么多年来 高等教育的发展 所以等一下他们三位校长的话是十分的重要 我又想起当我第一次有机会到北大去演讲的时候 1988年 那个时候大家知道那是北大90周年 北大是1919年我们有五四运动 我说如果是在那个时候1919年 那一些那一代的我们所尊敬的知识分子 大学教授 除了德先生跟赛先生之外 另外再加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education 一个叫economy 两个都是医 如果再加两个医先生 或者时髦一点加两个医女士 配合德先生跟赛先生的话 中国近代史可不可能改写 一个没有教育的立国的国家 是不可能成为一个进步的国家 一个没有经济现代化的国家 不可能有科技 所以至少除了科技 除了科学 除了民主 你一定要教育 然后一定要economy 所以两个医 如果以后见自明的话 那个时候还可以再加另外一个医 什么 现在的医 医化嘛 那根本不得了 所以要缺了三个医 好了 那个是那个时候讲的话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台湾 我们在过去五十年里头 我们的每人所得 从一百块钱美金 到了今天一万三千块钱 这么高 我相信每一个人 几乎不会有不同的意见 一定会说 里面关键的因素之一 就是这么多年来 我们教育的普及 在每一个level 过小过中等等等等 所以今天在台湾的一个 最大的资源 当然是我们的高等教育 那么今天刚好的三位校长 都在美国念书 教书 待了很多年 假定我是一个 我在威斯康顿很多年 假定我今天不是在威斯康顿 我很骄傲威斯康顿 假定我是在麦斯康顿 我可能更骄傲 You know why 因为一个州 最大的骄傲 还不是威斯康顿 什么dairy industry 甚至不是你的这个steel Michigan的motor 这个automobiles No 我觉得一个州里面最大的骄傲 是它的high education 如果你到米斯康顿 马省里面的老百姓就说 我们最大的产业是我们高等教育 它指的是Harvard 它指的是MIT 它还指很多很多其他的高等学府 所以高等教育 high education 是一个州 一个地区里面很大的骄傲 一个最最有后遗争的国家 它的输出就是武器 一个国家最最骄傲的产品输出 就是文化产品 就是教育 就是高等教育 好 现在我们热烈欢迎我们大家尊敬的 科学家 教育家 刘总校长 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高等教育 最近大概十年以来 确实有非常大的变化 尤其是在量上面 结果呢 当然是我们的大学的普及 这个其实是一个民主社会 一定会走的路 大家都希望能够受高等教育 尤其是在台湾来讲 四年制的高等教育 那我们的发展呢 其实就回应了这个大家的需求 大学从我刚回国的时候 十多年以前是五十几所 现在超过一百五十所 那结果呢 当然是经费 这个快速的滑落 就是这几年 我们经费都是从 这个每个学生 十三万左右 降到每个学生 十一万左右 这个数目啊 其实如果把这个数目 跟其他的国家 我们宁静的国家 香港了 韩国了 甚至于中国大陆了 日本更不用谈了 我们其实都是 都是少 而且比有的国家来讲 少得非常多的 可是呢 我们国家 给大学里面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新的经济 知识 挖帅的 二十一世纪里面 我们非常期待 我们的大学 能够培养出 在新的这种 经济制度的新世纪之下 我们有最适合 在这种新世纪里面 能够让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持续上升 持续能够在国际上面 有竞争力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人才 这样子的人才 就是需要有 所谓的 能够追上国际 一流的研究型的大学 这些大学呢 能够在创新 创知识上面 创新知识上面 能够真正有贡献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大学 尤其是顶尖的研究型大学 需要更多的经费 可是呢 我们 事实上 是从政府来的经费 是越来越降低 所以 这一个 结果呢 就是让各个大学 国内大学 尤其是希望 在国际 学术舞台上 争一席之地的 顶尖的研究型大学 积极地去 希望有办法 能够 募款 或者是 创造新的收入 所谓的自筹经费 募款 在国内 其实 还没有这个风气 了不起 像中央大学 或者 了不起是 几年之内 捐了一个building 这个 中央大学 在几年以前 曾经 募款 盖了一个 国顶 资料积构馆 非常好 因为 很多年来 教育部 已经没有给我们经费 盖房子了 可是结果呢 结果是什么呢 是 即使你有了building 有了硬体 对学校来讲 其实是一个 增加的负担 我们要维持这个building 我们要在这个building 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话 我们要 额外的钱 加入 所以 这些钱呢 靠募款 在台湾是绝对 没有 没有可能性 没有一个大学 有国外的所谓的endowment 这种大的endowment 这个几乎不可能 所以我们可以走的路 就是自收经费 创造收入 但是呢 尤其是我自己本人 在中大过去十几年的结果的时候呢 觉得我们一方面开始 不得不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 看到别人 尤其是在美国 这几十年发生的 大学的商业化 让我们不得不开始检讨 开始警觉 我们虽然只在起步 但是呢 有一些现象 他提到的现象 其实在我们台湾大学里面 也多多少少开始发生了 我自己亲身的感受呢 就是在许多大学 各位可能很多都是大学的教授 大学的这个我们的同行啊 就在最近七八年来 每一个学校都在开EMBA 今天报上还特别说 台大EMBA怎么样怎么样 把这个变成一个学校里面 非常大的一个活动 这是不错的 让大学的一些 跟我们的社会更密切的结合 而且呢 让大学的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教书嘛 让这样子他的能力呢 可以让企业界 政府 或者是其他没有机会 进到大学的人 来享受这种学术的 这个活动啊 是好的事情 但是 有一个后遗症 各个学校现在其实 尤其是管理学院 因为EMBA 基本上是管理学院 十字不够 十字不够的情形呢 就渐渐影响到大学 自己开的课 EMBA的 我们目前 没有很好的规范 每个大学 每个大学EMBA的 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是 临时 慢慢 所谓的 ad hoc的这种方式 慢慢慢慢进行出来的 有的时候就是 出一时之变 就把这方法定出来了 结果呢 就是 因为没有很好的规范 就常常 变异形式 那这个结果呢 就是使得 很多教授 非常乐意去教 EMBA相关的课 而不太愿意 在学校 教他正式的课 学校 工学院的学生 非常希望选 管理系的课 管理学院 就是开不出来 更多的课 就是开不出来 大的班 更多的课 可是呢 晚上开EMBA 倒是蛮多的 我想 各个大学 都会有 这样子的 感觉 这个其实就是 Derek Bach 他讲的 学校在这方面 当然只是 很小的一部分 这个开推广教育 其实 基本上是 很好的事情 他其实是 刚刚我讲的 让学校 做的最好的事情 让社会 大众可以分享 这是很好的事情 而且把一些 新的理念 可以让我们的 政府官员 或者企业界 结束这种新的观念 真正可以让社会进步 而且另外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有名的大学里面 有名的学者 以前都是靠 研究工作 他一个论文成名 得罗贝尔奖 得什么什么奖 就非常有名 现在呢 在美国 很多学校里面 除了这一类的研究者 很有名之外 其实有名嘴 就是非常会讲课的 他学问很好 他可能并不见得 做研究做得好 但是呢 他传授知识的 他的方法 以及 就非常容易 被人家接受 而且学问确实是好 但这类的人 当他的这种 推广教育 推广的很多的时候 很容易成名 尤其是在现在的一个 一世代 他在这个 这个 internet 在网络上面 在电视上面 所以这一类的学者 有一个另外 在学术上面成名的一个管道 所以这其实都是好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其实有个先决条件 就是说 是我们学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有一个真正通盘的规范 brand的话 确实是会走向非常乱 而且可能不可受制的一个地步 那另外 刚刚也讲到产学合作 产学合作 对台湾来讲 在这个stage 就是在目前这个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过去两年 刚刚次长提到的 行政院的科技顾问 跟国内外 很多很多学者专家 特别就在讲 真正要让我们台湾的产业 再升级 台湾产业其实做得很不错 但是呢 最近是碰到一个瓶颈 这个瓶颈的原因就是 我们其实做的 目前都还是 发扬别人的创新的东西 我们做得很好 我们制造业 我们的行销 我们的这个 整个产品的 logistics这些 管理啊 全世界都认为我们做得非常好 但是呢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 自己真正的 这个厂牌 我们自己没有brand 我们自己没有真正创新的东西 这个呢 即使有 也是比较少 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确实是需要新的一批人 在注入我们产业界 而且有真正创新的东西出来 可是台湾人才 真正讲 有这种创新能力的人才 在什么地方呢 在大学 大部分在大学 即使我们的工研院 其实也做得很成功 他们的人才 比起大学来 其实还是差得太远了 所以怎么样 让大学的这么多的人才 释放他们的能力 其实是目前台湾 一直希望能够好好做的事情 目前因为学校跟产业界的密切合作 我们学基础科学的学生 或者是对基础科学 非常执着研究的教授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这个呢 有点像是 我们在借用 过去二三十年 我们累积的资本 没有新的注入 在这方面的话 十年以后 十五年以后 我们再看不到 从国外回来的学者 再看不到 最新最好的学生 进入最重要的基础科学的话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谈不上创新 没有这种人才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学校 各个学校 面对的一个蛮重要的 而且蛮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最后我还要特别讲一下 台湾其实在这方面 跟美国有一个相当不同的 在这本书上面 没有谈到的 但是在我们台湾 常常会发生的 台湾政府 虽然在松绑 在希望很多 可是呢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很多发展呢 其实 重要的推动者 其实还是政府 政府很多的政策 还是决定了 我们各个领域的 效果的方向 有的时候呢 政府会因为产业界说 我这个领域缺少人才 这个领域 特别的一个领域 在这段时间 每年缺少几千人 几万人 这个经济会议 一直在做 科技顾问是一直在做 政府为了要帮产业界的忙 就尽量的 让移住一些资源 进这个特别的领域 比方是说 某一个特别的领域 它需要人才 政府在所有的人事 冻结的情形之下 还想尽办法 找了一些名额 移住在这个领域里面去 那这个领域 这个特别的领域 做得好的学校 当然就拿到这些资源 来训练多的人才 这个无口厚非 而且很可能 对这个学校来讲 对那个系来讲 是好 他们认为是好的 但是呢 我们最近就发现 当这件事情 做得过度的时候 基本上 短期好像是 对于这个学校 对于这个特别的领域 有好处 可是 长远来看 其实是影响了学校 它自己的 长远的规划 学校是不是要把 这方面的学术 自由呢 这个自主权 释放出来 因为 政府有这样子的一个 需求 或者是一个 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个干涉 我想 我想各个在座的大学的同仁 可能都要好好思考 最后呢 我们讲了很多 尤其是台湾 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 要做 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好的事情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 最基本的资源 给学校最基本的资源 你希望我们有几个真正好的 研究新大学的话 一些最基本的支持 一定要有 否则 你全靠去自筹经费 绝对做不出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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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位呢 是中央大学的 刘全胜 刘校长 在我们国内 选这个国内大学 大概我的观察有两个方式 一个呢 就是选自己 校内本来有的人才 像现在的台湾大学校长 陈校长 或者交大的张校长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到全世界 尤其到国外 去选国外的人才 到这个校来 担任校长 目前的清华大学校长 曲校长 国外来的 中央大学的刘校长 是国外来的 所以两个模式 成败我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两个都是 很成功的模式 那么大家知道 清华大学的刘校长来的时候 听说他的中文都不太好 几乎都拿英文的 可是刘校长呢 刘全生刘校长 不是刘总校长 他在国外的时间 也是十分十分多 只有最近的一年半的时间 带人中央大校长是在国内 绝大部分时间在国外 可是他对国内 当然也不是那么的陌生 一年半已经成绩非常辉煌了 我们热烈欢迎刘校长 我的感觉是我们台湾 确实是在高等教育上 经费太少 特别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在这个经费缺乏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做得这么好 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教授 非常努力 这一点我们确实是 我觉得我们教授 大概都是 我叫他7-11 professors 早上7点钟就到Lab去 晚上11点还在那里 很少国家能找到这样 投入的教授 同学们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 我们同学们呢 我觉得有一些问题 努力的也不少 但是一般来讲呢 我觉得比较急功近利 因为在大学以前 他们所受的教育 就是读书为考试 然后呢 做事为赚钱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会有一流的学俗出来 也不会有一流的人才出来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学生的眼光提高 这个标准提高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现在很中意 注重这个大一教育 希望在大一 把它完全改变他们的教育的想法 那么这是 刚才这个 我再回应一下 刚才总校长谈到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投资 在高等教育投资 有时候很偏窄的 比方说在某一个领域 投了很多的资源 这个有时候呢 影响到全盘的特别一些 我们的最基本的课程 那么上个礼拜 我们跟澳洲的一些大学校长在一起谈话 很有意思的 他们是澳洲是 对外高等教育输出的国家 他们高等教育已经是赞成 将来要赞成他们全国输出的第三位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有些著名大学 竟然取消了物理系 这还好台湾还没有这个情况 但是呢 我们要去竞争的话 要在基础科学上 特别基本的 像物理 数学 化学 这些基本的真物 一定要加强 不能够只在一些所谓的尖端 什么nanotechnology 或者biotechnology这方面 放一大堆的资源 而忽略了基本科学的发展 这两点我想值得再重新说明一下 哈佛大学在100年以前 他们的校长讲 美国现在对全世界的学术 并没有贡献 我们怎么样能够 从哈佛大学 能够慢慢对全世界的学术 占一席之地 我想台湾现在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 但是到了30年代 哈佛大学就开始建了商学院 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受了很多的攻击 因为他把这么样不值得研究的东西 拉到纯粹的学术的范畴里面来 但是我们知道 美国的大学 在这100多年来 一直不是一个象牙塔 从公立大学来讲 从1856年 所谓的波地成立了这个州立大学以后 他几乎所有的州立大学 包括威斯康辛 包括英雷诺 包括玛丽兰 都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它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要美国能够及时抓住 现代化工业化的机会 那么所以开始成立的细所 都是农学院 工学院 那么特别是农业的现代化 跟工业的起步 就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的 那么经过了70多年的挣扎 他们在州立大学有了一种系统 但是到那时候 私立学校也看到 跟企业结合的重要性 所以在1930年代 除了哈佛大学成立他的这个 企管系以外 管理学院以外 Stanford大学 一位叫Dane Turman 非常重要的工学院长 他就帮助两个毕业生 设立了第一个高科技公司 这就是Hewy Packer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那就是整个Silicon Valley的开始 一直到60年代 整个的可以说 整个一片 美国最重要的高科技 Silicon Valley 就从两个大学的 资助之下 扩展了起来 这就是Berkeley跟Stanford 那么到了70年代 哈佛 MIT的 所支持的这个129号公路 那一大堆的高科技的这个公司 到了80年代 90年代 在这个Washington Baltimore附近的一些公司 也起来了 都是由于大学来支撑 他们高科技的发展 所以大学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里面 绝对不是一个想要的 他一定是跟他知识 跟这个经济的发展 有密切的关系 但在这个跟经济发展 结合的过程里面 这当然起了一些 必然的利益的结合 也引起一些价值的冲突 那么冲突就是这本书所谈到 就是我们追寻的基本的目标 是不一样的 因为学术的追求 特别是卓越的 这个知识的创新 是需要学术的自由 需要能够公开的发表 公开讨论 特别是在教育上来讲 无论任何人都能受同样的教育 所以这些价值 跟企业上面来讲 追寻最快最大的利益 很多地方是不向勇的 因为要追寻利益 它需要一定的专利 一定的保密 一定的另外一些价值观念 那么在这里面 大学应该采的方法 是可以做到 就是保护自己的 传统的价值观念 这一地方我觉得 只要大学的行政 能够主导这些 大学必须维护的 它的价值 一定可以想到办法 来保护自己的 基本的大学利益 所以我想它这里面 书上所讲的一些问题 是存在的 但是不是不能避免的 但这里面 有一个问题是文化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 老一辈的大学教授 在美国我们看得很清楚 大家来讲 确实对于追求知识 是它最高的理想 它确实是能做到 我们从前所谓的 淡薄于名利的 这些品格 一般上来讲 在美国四十多岁以上的老师 基本来讲有这种风范 但是呢 四十多岁以下的 就很不一样 确实是为了这种急功近利 有些拿了一大堆 contract 马上就去主动找系主任 找校长 要加薪的这种情况 都有 这从前老的教授里面 看不到的都看到 所以这种风格的遗失 这是很令人忧心的 就是老师本身的价值观念 变化 这一点在台湾还好 我觉得因为我们第一个平头的 大家都一样的薪水 不管你说多努力 所以还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慢慢 当我们允许大学 不同薪资的时候 允许它 这时候很多问题都会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 开始防范这些问题的出现 这里我就想 其实台湾在这一点 可能可以做到 美国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台湾到底 不但从美国吸取了很多的人才 吸取了很多的经验 同时还保存了很多 中国东方传统的一些价值观念 特别是乳商这些价值观念 就是你不但要追寻利益 还要有一定的道德标准 这个可能 把这两个不要把它一定成了一个矛盾 而怎么样去融合这两方面 可能是现在大学很需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重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 现在在台湾是个非常急剧变化 非常快的一个时代 政治上 经济上 教育上 文化上 每个方面都在变 而且我们吸收量也非常快 而且现在科技的通讯的方法也特别多 所以在这个急剧变化时代里面 一个大学怎么样能够很快地去建立 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念 我想这是我们现在 其实很需要审视的一个地方 我很高兴回到中央大学来第一点 就是我们的校训就是诚谱 这些校训呢 我们每次都要跟学员讲 你没有诚实就没有其他的 因为你没有诚实 你不可能去追求真理 你不但要对自己诚实 你要对你的college诚实 你要对你的fact诚实 你要对自然所表现的现象诚实 没有这种真正的诚实的态度跟精神 不可能做科学的 也不可能有民主的 所以这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建立 怎么样在学校里面 把这个品德的培养 成为我们教育的一部分 这是非常重要 这样的话 所以我特别高兴 上一次的远见 发表了对这个我们 大企业界的领袖的一个survey 是吧 75%都觉得品德最重要 比才能还重要 这个德中于才 这个很好的学校 这个但是在大学教育里面 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我们没有道德教育 没有伦理教育 所以怎么样在大学里面 恢复我们对于 基本伦理的一些concern 一些关怀 人到底是什么回事 因为这个是越来越重要了 现在特别是 你像现在最近 大家医学界特别关心的 stensile research 在台湾是允许的 在韩国是大量允许的 在美国是禁止的 这里面商机无限 但是呢 假如我们从stensile research 再进一步的croning 我们人可以复制人 到底我们这个研究的范围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有 不能够去研究的事情 所以这里面也就是 关联到一连串 非常基本的伦理的问题 就是人对自己定义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大学 一定要帮助我们的 老师跟同学来研讨 因为这是关心了我们 最后做人的 最基本的一些element 所以我希望在这一点 我们能把商业道德化 把政治道德化 能够从学校 每一个大学 变成我们真正社会价值建构的中心 从这里把我们真正所信仰的 所觉得人应该做的事情 在大学里面把它发扬成 这样的话 大概大学不但能够成为我们 经济发展的一个 火车头 而且能成为整个社会价值建构的基础 这是希望我们大学能做到的 那么第三位 今天我们十分难得请到的 是实践大学的谢校长 如果是谢校长坐在那里 我想他一定在想 如果是你们两位国内大学的校长 还在说经费不够的话 那我们私立大学怎么办 所以我们最后一定要把时间 给这个谢校长 因为刚刚两位公立大学校长 讲了他们很多很多着见 我今天讲的是实力大学 因为20世纪的初夜 英国是讲生活教育 那么这个德国是讲研究教育 那美国在中叶 20世纪二战以后 被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 他就把这个生活教育 这个教学 还有这个研究 加上推广 变成今天的美国的一个教育主流 那我们一直受美国的 这个教育系统思想逻辑的影响 所以也是要把大学教育 成为教学研究跟服务 三个范畴 所以将来我们下一个 请看一下下一页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 希望有一流的大学 尤其是研究型的 这个我是绝对的赞成 但是我们现在除了研究型的 还有教学型 社区型 专业型跟综合型的 那么现在有一些 假如研究型的忽略了教学 也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么教学型难道就不要研究吗 所以我想这个 高教授讲大学无价 但是我们现在说 大学如何核定它的价值 应该是多元性的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一套东西 都可以适合台湾 那么我想这个研究型 我非常的support 但是请也要看到 其他这个他们的贡献 下一张 那么我现在拿实践大学做个例子来讲 我为什么也不可能是研究型大学 我们是自己脸上贴金 但是我们是怎么 是个眼镜型大学 因为我们最早是叫做实践家专 然后学业 然后大学 那么一适应这个环境的变化 我们就要有很多全变来因这个万变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眼镜型的大学 一个有机性 就是说我们老师跟学校 不是契约的关系 而是个partner跟commitment 是一个生活共同体 同时我们要不断地创新 跟知识管理 使得我们不断地进步 因为我们今天要生存了 刚刚讲公立大学 有政府的一些support 我们私立大学 可以说有没有宗教团体的支持 有没有企业的这个益助 更没有其他的资源 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啊 能够有一个全变 全某 不是全某 这是通权大变的意思 这个要说明下一页 那么我们普世的核心价值都是真善美 人性的光辉 这个大家知道 那我们实践的下一张看一看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要创新跟务实 实践两个名字就是实践 实践就是务实 那么一定要不断地创新 直于至善 下一页 那么我们现在三个学院 民生管理跟设计 三个学院 那么要透过什么 透过人文的涵养 刚刚刘校长又特别讲到了 这个人文啊 今天的功力也好 失掉了人文 就是像汽车没有方向盘一样 只有马达没有方向盘的话 你这个不晓得你要跑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透过文艺复兴 还有创意啊 来达到这个理念 下一张 文艺复兴 我为什么讲一下 14到16世纪啊 文艺复兴啊 欧洲之前叫黑暗时代 那么文艺复兴之后啊 欧洲这500年啊 独领风骚 而且超越东方 那么最典型的人物 我们看一看这个 Dar Vinci 下一张 那么人类的文明进化 下面我们可以看了一些人 下一页 我们孔子 公元前五世纪 下来我们的孙武孙子 还有苏格拉底 再来近代的贝多芬 再来爱因斯带 还有我们的国父 等等 那么我刚刚讲 我拿这个21世纪 我们学校是个很小的学校 那么跟很多大学 我们也很难去比 但是我是希望 变成这么一个构想 下一张 那么我们都是创意的生活实践家 因为实践也培养了 最早在新娘学校 40多年前 叫新娘学校 因为家是社会的基础 那么我们今天由新娘 演变到今天我们是生活实践家 下一张 那么我们透过这个构想 就是要有创意 在这个深教 研教 同时禁教很重要 我们现在比较忽略是禁教 比如说你今天看101那个大楼 虽然我们现在有台湾世界最高的大楼 当然不代表我们的建筑都是很美的 我们从101下面看下来 有一次高教授好像讲 最好晚上进来 晚上客人出去 晚上还蛮美的 那么我们这个东西 主要是生活教育 还有生命 还有生态等等 那么经过这个极力的机制 让创意不断的循环 下一张 那么我想我们并没有天才 我们学校受不到一流的人才 但是我们的学生在前年 202下一张 我们在62个国家 1000多件的 700件的东西里面 日围的26件 我们第一名 就是我们二年级的女孩子 邱雷锦学生 她得200万 她得200万 那么她这个比赛 她这个是脆弱的力量 为什么有脆弱的力量 这个主题说脆弱 人类是很脆弱 但是人类用她的智慧 创造了一些 非常非常这个 万物之灵 所以因为经过不断的进化等等 那么我们这个同学的设计 得到全体评审的 给她总冠军第一名了 那么这个同学才19岁 下一张 我们当然希望 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 但是我们得不到天下英才 我们学校不是 first class的学校 但是我们教之而为天下英才 所以我们是 有这个使命感在这里 我们不寻找天才 我们创意人才成就不凡 我们是创意的生活实践家 我们欢迎范市长 其实我会开头说 我们如果回想一下 台湾的这一波的这个教育改革 我常常会从民国83年 也就是1994年 大学法的这个修订通过 当做一个里程碑的开始 如果你用那个时间点来计算 只不过十年而已 台湾的大学 获得它的这个学术自由 然后确保它的这个教授自校 还有确保当时的党政军警的 这些相关的关系 退出校园 都是从十年前才开始的 所以它确实一个 蛮新生的一个新生儿 所以我们常常讲 在高等教育林律头 还是有很多混乱的现象 并不是因为这个环境 已经自由化了 这个里头的 所有参与的高等教育的 每一份子 每一个成员 它自然就会行为 他们的表现 就已经达到那个成熟度 我相信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但是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非常多在大学的主导者 我们的领导者 他其实是来自美国的居多 从美国求学 然后在美国大学里头工作 拥有很好的学术经验 然后有很好的声望以后 很多人回到台湾来 领导我们的大学 或者进入大学去授课 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几位校长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不免常常会来检视 台湾的这个体制走的方向 跟美国已经走过的方向 那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方向 其实刚才不管是我们的刘总校长 我们的刘全身校长 这是我东海的学长 还有我们谢校长 都是我三位 我非常敬仰的 真的是教育家 那我们他们看到这个 台湾现在发展里头的一些问题跟困境 因为我们不能够盲目说我们开放 盲目说我们就是产学合作 这个都是对的 EMBA的可能是腐烂也都出现了 所以大学一定要有它的这个专业的把关 那学术伦理的这个经守 这个对我们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我总希望这样子的活动能够多办 那台湾社会呢 充斥了太多的资讯跟这些媒体 但事实上有价值的真的是不多 那如果我们的校长们能够经常演讲 经常深入各种团体社区学校去演讲 那对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视野心胸 还有这个品格品德的建立 当然是有影响的 太免在寻找典范的人物 可是你可以看看 媒体出现典范很少啊 真的是很少 所以我总觉得在教育的工作领域 是做了对国家来讲是最长久深远的这个影响 我相信在这些大学毕业的学生 都会怀念校长们带来的这些生教 严教 还有我们在做的比较少的禁教部分的这些改变 那从四年前我们做新校园运动 大家都晓得九二一重建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将近293个学校 是要大部分全部重建了 所以那个是一个转机 在那个转机里头 我们刚好能够有一个制度 让优秀的年轻的这些建筑师们 有机会投入校园重建 其实那个都是一个开始 我想这个四年来 它的影响会慢慢深远地普及各级的学校 所以谢校长在实践大学 其实他也选到了非常好的我们的建筑师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筑教育工作者 他真的会做出非常非常好的校园 我常常说未来的学生 其实他进到这个学校里头 你几乎就可以说他将来毕业的时候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气质 是可以感觉得到 为什么那么感觉呢 因为我昨天才从伦敦回来 所以这个六天的行程是带一个考察团 去看英国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 不当资讯的这个防范 这个child abuse protection 还有看他的e-learning 但是真正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我们去看剑桥 我们去看牛津 我们去看他的每个college 提供的学校的这个生活 跟老师相处 讨论的那样子的空间 那样子的教育 是几百年累积下来的 所以他一定有很好的历史传承 有他很生不可破的这个核心价值 所以学生在那里认真的诗变 然后阅读跟老师讨论 那这样子的才是 我觉得是一个理想的这个教育 所以特别感受到这些 觉得我们台湾的所有的大学 发展的时间 其实还是比较年轻的 那我们更需要建立好的传统 那建立这个好的这个 大学的理想跟价值 那每一个学生都会觉得 我来自这个学校 我毕业在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的这些核心的精神 是会存在我的一生的 所以其实大学不在他多宏伟 而是他的这个大学的这个价值 那我们希望这个大学的价值 在台湾能够多多的发挥 多多的影响 这是跟我们现在讲推广教育 去培养我们县市级的 各种行政部门的公务人才也好 去社区服务 去改造我们的环境也好 我觉得大学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刘总校长也提到 台湾现在是产业升级 转型的一个关键时刻 所以大学的能量 如果能够投入 在一个良好的制度之下 能够良好的投入 那是我们一个重大的契机 那更加的 让大家都巧的说 哪些事情其实是不可以做的 哪些事情做了以后 要回头收回来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我们还是说 大家一起 希望教育经费 能够确保还增加 我想大家的声音呢 多谈多说 那政府部门一定会想办法 多多挹注在教育上 那谢谢各位 祝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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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